大家好,我是上海龍第七屆立法會選會會界別的議員 我自己算是一個港票 到了香港之後一開始是不習慣的 因為大家知道那時是講普通話的小 基本都是講廣東話的 從小開始的教育是一個螺絲釘的教育 很佩服香港人有獅子生下的精神 他覺得自己轉速快或者到處都可以找到機會 這方面我學到很多 決定到香港定居應該是17、18年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兩個小朋友大 但他說有我的老師、有我的同學 有我的朋友在那邊 加上香港又是他的母語 土生土長的地方 所以他覺得這樣好 我覺得都要陪伴他們在香港流下去 所以就變成是香港生落星 可能我的廣東話都會有口音 或者講得沒那麼流暢 但我都願意努力去升 只要你不笑我就可以了 我都願意去學習 這個就是說我覺得我就是香港人 香港就是我的家 那你附近會不會都有一些港漂的朋友 你會怎樣幫他們去融入香港 那如果是港漂呢 很多時候都會拿意見 問你 哎呀究竟我應該是換不換生落星 是不是 大家知道 夠七年呢 大概都只得12%人會換 那大家都會說 有這個糾纏的時候 有人問我意見 那我就跟他分析 那香港當初是怎樣吸引你 是讀書啦 是工作啦 還是有什麼機緣 就是你到了香港的 那首先是一個初生的問題 那我知道呢 你就想用一個創科的視覺 去看不同的政策和社會問題 可不可以具體講一下這個角度 是有什麼特點 大家知道那次四小龍年代 香港都有不少工業 那現在呢 香港的機會是哪個 我覺得就是創建國 就是創科中心 將香港這個所場 融入國家所需 藉在於國家的大市場 藉在於香港的國際化的能力 將香港的新的經濟的轉軌 變得更加好 你覺得創科可以怎樣 帶到希望給我們將來年輕人 因為你都說過 希望年輕人有 動飲加兩元的自由 無論你是用創科去打份工 或者你是用創科去創業 我相信都會帶來不一樣的這些改變 我相信有STEP科背景 或者有這個技術能力 仍然是一個很強的競爭力 你自己對於說好香港故事上 會不會都有一種使命感 當然希望香港是越來越好 我很開心去年可以透過補選 入了議會 在未來三年的時間裡面 我希望作為一個港票 作為一個科技界的專業人士 我可以透過我的政策倡議 透過和政府的監督 二級良性互動 推動香港創建國際創科中心 希望為我們的高材 通過來的新港票 爭取他們的利益 希望我們香港可以透過科技 經濟轉型再出發